AI 趨勢 你要赚 省息复出 你要赚 明年那种上2万的行情 你更要赚 我已经挑好很多很棒的股票 买起来轻松 赚起来开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今天因为是MHCI的纪录调整 那因为我们录影的时间 目前是12点的19分 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 那一般来说在纪录调整的这一天的尾盘 都会报一个非常大的大量 maybe好几百亿甚至破千亿都有可能 那这也是台股的权重 在亚洲市场里面是被调高的 所以今天这个尾盘动作可能不会太小 那也因为尾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所以盘中呢 我们就看到就说 市场的一个筹码可能就有一些相对应的动作 往上开个小高一度翻黑又拉上来 那一直维持在一个平盘附近 目前陈彦小涨15点收17386 那几乎调整就一天了 所以今天不管是有的可能是尾盘往下掉 或者尾盘往上拉 它都是一天的影响 它不会影响后续的趋势 那MCI调整台股权重 就是其实后市是看好的 外资最近11月份以来 昨天又买了大概99亿 接近就是100亿 那这一波11月份以来 总共买超金额已经累积到2381亿 11月光一个月就补了2300多亿 假如12月份继续用这个速度做回补 那就像我说的台股过去三年被外资卖了1.7兆 如果只是回补三成就有5000亿 听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一个月就已经买了2300多亿 接近2400 你真心要买 从现在一路买到12月份 1月份5000亿是有可能的 那那个时候不要说什么17463 其实今天17463高点 今天昨天17441 差不多被搞了嘛 差不多要到了嘛 所以这高点不是问题啊 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看到万八是有机会的 那明年不只是一个创历史新高的格局 我认为台股甚至是要挑战了2万点 因为我们已经干掉港股了嘛 以今天来说台股维持小涨嘛 那港股今天虽然说小小的反弹 但今天盘中都已经跌破了1万7了 所以一个是空头结构 台股是多头结构 那香港看的是中国的内需市场 因为是以所谓的比较传产业为主 那台股是以科技产业的市场为主 是放眼全球的市场 所以未来一年格局大不相同 看起来港股应该很难有表现 所以我们预期说国际的资金 不只会优先选台股 而且可能持续从港股流动到台股来 对台股是大大的加分 所以明年2万点很有机会 所以我昨天我才会文章中说 我们明年就相约2万点见吧 明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行情 所以要赚的一定要赚 比如说AI趋势你要赚 景气复苏你要赚 明年那种上2万的行情 你更要赚 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赚 那明年如果说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行情的话 我认为大家都要参与 因为赚一年可能直接就退休 不赚非常的可惜 所以大家赶快积极的跟上 那至于要怎么操作才是重点 那今天技术调整完毕之后 台股 还是会是各股各自表态 中小型股大涨的格局不会变 所以你就要非常灵活的 在强势的族群里面做来回的操作 换股的操作 一档接一档 比如说先IP股 再IC设计 但是你也不要过度追高 冲上去高档调节 换下一档 一档一档 那以MCU的标股就是九期 礼拜四是涨3.9% 礼拜五是涨4.9% 那这个礼拜一涨7.4% 来到83.9元 礼拜二涨停板 88.8 然后礼拜三 创这一波最高 95.5 那今天涨盘93.4元附近 我们将持股全部获利出现一档 虽然说没有像安国具有科超过六成 经历科超过七成 但是买77.5元 1234567 七天时间赚15.9 最多达两成的获利 这也相当不错 一个礼拜多个两天 赚个两成 这也相当不错 那短线涨得快 你让他稍微整理量缩一下 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有机会再来买 因为MCU的这个补货槽 会一路补到农历年前 我认为这个行金 也不会说这么快就结束 那明年就是一个 头片大增一倍的一个 一个警戏的附属 但因为短线涨得快 先卖一趟两成赚起来 开始换新股做操作 因为今天就11月的最后一天 明天要进入12月份 这边我已经开始准备好一些 12月份的新的金平股 昨天今天陆续进场 那我的操作习惯是 我一定是有进有出 有出有进 一定带进带出 所以当今天股票赚上来了 那一定要出嘛 那出了才有资金 本来比如说100万赚两成 变120万 我们再把这120万 去转进下一档 如果说下一档 可以再赚个两三成的话 那可能就变150万 160万 那到时候转出来 再去做下一档 当然这中间会有Lost 但也常常有小赚的 小赚小赔互相Balance 如果说都还可以赚一些的话 那逮到一个大波段的 三成四成五成六成的 安国具有科金利科 六成六成七成 那就赚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都维持一个 非常灵活的操作 所以今天九席就获利出新 开始转进12月份的 新的金平股 那出以续报的是金利科 11月24号礼拜五 分盘交易第二天打到218 拉到242.5 由黑翻红之后来到246.5 247.5 昨天打皮新高254块 今天更厉害 中间混一混 那中场拉上去258.5元 就再创新高 最多涨大概4.6% 所以人家很多是 好像涨多在休息 他是分盘交易照样创新高 目前股价维持在255.5元 最高点附近 超级强势 而且今天是分盘第六天 所以这个我说的嘛 就是分盘交易 也就前两天稍微回一下 218点到拉上去翻红 结果一路向上 今天就创新高了 昨天平新高 今天创新高 所以我就说前面有 具有科跟安国分盘交易 站上创新高的良好的示范 金科也是如此 也新高了 146买到今天258.5元 已经赚了112块赚了77% 所以我说这一次看起来 应该可以赚超过一倍 那看起来已经不远了 77% 真的有心再涨两天 其实可能就一倍了 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那借券昨天还是持续补 空单持续回补 那我算了一下 从最高峰4058张 回补到昨天 已经掉到不到1500张 已经总共回补了2562张 所以空单不但持续认错 而且没有人敢在 91块涨到258块的 这一个过程当中去 加码放空 都没有 空单一路认错 从码面持续偏多 所有均线低档翻扬向上 呈现一个强劲多头百列上档 目前没有压力 因为当初从384跌下来的过程 这中间有一大段 全部都是无量下跌 这个都是空的 从码面是空的 所以我就说当你从码面全面翻多 技术面从面翻多的时候呢 三四头前没有压力 很有机会一路上去 尤其现在已经翻转教育到了第六天 明天就进入第七天到最后的阶段 强势股常在这个阶段就是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这个股票 很有机会快要加速了 这次赚一倍看起来并不难 并不难 那如果说可以年底之前 有所谓的基本面的新的好消息出现的话 那或许明年 当初一年多以前 从五六百四五百跌下来 明年涨回去的机会是相当相当大 所以就是IP股三千克 金银科 巨友科或者安国 明年都是倍数的这种上涨的实力 那巨友科 礼拜二分盘第二天 二六二 昨天第三天 二六二 今天才第四天而已 开始有那种加温的味道 来到两百六十六块 所以发现说 这些所谓的分盘交易的强势股 股价都没有在跌的 跌有限 那今天已经来到二六七了 股价越跌越高 今天第四天嘛 通常前五天会整理一下 后天常常创新高 因为分盘交易其实是国家认证的标股 那巨友科呢 明年七奈米 十二奈米 十二奈米 十二奈米的接岸会大爆发 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 还需要巨友科 来承接创意跟世新 因为先进制程的AI相关加速晶片 已经忙不过来了 所以一些七奈米 十二奈米 十二奈米 十二奈米的这些案子 其实他们照顾不来 台电还是需要有人照顾这一块 要设计这一块 就拉巨友科进来 成为第三家主要的设计厂商 所以台电的资源抑注下 明年既然大爆发 而且这个趋势至少成长三年以上 你就看过去三年的创意跟世新 EPS怎么跳 股价怎么涨 从一百五涨到两千块跟三千四百块钱 那就像我说的巨友科 我没有办法跟你预言说三年之后要涨到多少钱 但我只能说 他现在的位置就是三年前创意世新的那个位置 同样的故事又要重演一次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会知道 未来这是大格局的股票 那这波买179最高到286 一度大赚107块高达60%的获利 六成 跟安国一样都六成 那今天虽然说267离高点还有一些距离 但是差不远 所以可能未来两三天很快就会创新高了 我估计可能很快就会再创新高 所以这个就是金利科跟安国 持续的给他赚下去 金利科跟巨友科 那安国部分目前让他高档整理一下 因为他的目前业绩会比较落后 因为是刚刚做了一个并购 那数字没有那么快出来 短线涨了超过一倍 先让他整理一下 未来有机会再说 因为有很多股票 12月份很多新的标股 不用追那种已经涨一倍的股票 那有时候他中间需要一段时间整理 那是必要的 真的继续涨 留点给别人赚 把这些抽回来 抽回来 去做12月份的新的金利库 那这边我已经挑好很多很棒的股票 我们再尽量选那种 骑涨点刚发动 就像两三个礼拜前的安国 金利科 或者像神盾啊 什么什么 九旗那种发动点的位置 买起来轻松 赚起来开心啊 一档一档来强势股 一档接一档 那点续 礼拜二 小涨2.4%到107.5元 昨天最高122 差一档 就涨停 我记得后来是涨停 尾盘是亮灯涨停 那今天再创新高126块半 涨3.7% 我说它是订单大增的标股 订单大增的标股 因为呢 Namfresh的最近合约价 昨天的新闻 大家都查到 大涨20到25% 涨幅远比低润的涨幅来得大 订阅涨幅可能介于10%到20% 但Namfresh涨了20到25% 因此金士顿其实 非常看好Namfresh今年的涨势 未来一年的涨势会强于低润 所以金士顿也在积极回补库存 所以它就下给点续 一笔非常大金额的订单 那金额我想我有听到 但是我就先保留 如果新闻有写 那我们再来谈 这笔大的订单会带动 它明年头片量的大增 估计要大增大概110% 因为最近据我了解点续 它也下了很大的测试的订单 给2329华泰 华泰昨天也是非常强 也是涨停板 点续昨天也涨停 那他们两个共同点 就是说他们都是 金士顿是最大的投资的股东 等于是金士顿旗下 有群联点续跟华泰 所以点续的测试订单 就丢给华泰做 所以华泰就接到点续的 一笔大的订单 代表点续的业绩要上去了 加上报价走扬 库存的叠价损失也会开始回充 所以是多重利多 而且头片大增110% 所以股价就喷嘛 所以昨天涨停板 今天创高 目前稍微有点压回 但这个趋势不变 那109买到最高126.5元 最多获利17块半 高达16% 那创高 连拉三根 今天稍微 休息整理亮缩一下 明天或者下礼拜 我认为趋势是持续往上 因为整个记忆体的复数的态势已经非常的明确 包含低论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还有蛮大的空间 所以这些股票其实都是 头片栏大增的标股 那另外神盾 昨天也是一度拉到快涨停 8.8% 再创新高117.5元 手机IC的标股 就光学指纹辨识的IC 那今天稍微压回到109 创新高之后的小回 那台积电它的头片 在台积电头片大增600% 当然可能它之前 在台积电头片比较少 现在扩大台积电的头片 成长600% 你没有听错就是600% 另外连电那边有头片 那成长没有那么多 所以整体的头片规模 估计是超过300%以上 那我就说以过去 IC设计头片可以增加 三四成的股价就大标了 可以增加300%600%的 未来股价一定有超级大空间 因为明年光学指纹辨识 会重新回到 手机市场的主流 因为明年iPhone说要用 其他的手机厂 就马上跟进 所以都把相关的设计 又设计进去 所以神盾就接到 中国手机厂的大单 造就头片大增好几倍 通常这种股价未来 要涨也不会是只有一倍 所以目前 创高小回 持股虚报后面还有空间 但短线高点的股票 不要去追 拉回可以再买 所以比如说 如果说你觉得 你很想买金利科 或者你很想买具有科 甚至是安股 高点不要乱追 但是如果你想买 或者你有不晓得怎么操作 你可以尽管来找赛老师 你可以留言或者来电 想知道怎么操作 或者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你来找赛老师 我来带你做 那或者是来跟着我去布局 12月份的新的金平股 我都经常挑那种 奇长点刚上来 财报非常漂亮 接单非常强劲 明年展望非常好的 都是全新一轮的标股 所以如果说11月份 一堆可以赚6成7成的 12月份不要说那么多啦 如果说可以抓个急挡 赚个超过三成的 这样一路赚到过年前 其实真的都是凡倍的操作绩效 因为三个三成就一倍 那目前布局的 12月份金平股中的两档 一档是12月金平股 6XXX 早上全新布局 盘中最多涨7% 过去三季毛利率 从36到40到46 半年的时间 毛利率大增了10% 股市好像超人心法 很久没帮大家复习的 股价最标的几个条件 一个是报价上涨 一个是毛利率大增 而半年之内 毛利率大增10% 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 毛利率逆势大增10% 代表这家公司 基本面超级好 超级赚钱 所以也造就了引益率 从11跳到18 跳到25 这增加就不止一倍喔 EPS从单季的0.97 跳到1.78 跳到3.41 几乎是翻倍再翻倍 所以数字如此强劲 股价当然要不要 那明年估计可以赚超过17块 我们抓个20倍本一笔 目前股价170几块钱 绝对有实力涨到3字头 时间不知道 但是基本面就是如此 未来有翻倍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12月份的金铭股 那我相信12月份 就会带来一波相当强劲的涨势 第二档12月份金铭股 是4XXX4开头 寒中布局 今天最多涨大概4%接近5% 4.8% 股价整理4个月的时间 刚刚要上来 刚刚发动 10月营收创新高 不说 目前新产品陆续开始拉货 拉货量持续扩大 加上新产能陆续到位 持续12月份的营收 会比10月份来得更旺 重点是股价整理4个月 刚刚压发动的股票 你不用追那种已经涨到天上去的 我们来买刚刚要发动 而且所有数字都爆炸好的 全新的金铭股 12月份一起再创造一个 相当不错的绩效 而且重点是明年会有非常大的行情 所以我会带着大家 在明年把绩效做到最大做到最好 所以不管是你想要 跟上12月份的最新的金铭股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操作明年一整年 赚一整年的超级大行情 你可以先留言52IC加上联络电话 我就带你买进 我就给你一档12月份最新的金铭股 今天 988的专案 今天是最后一天 只要留言988加你的电话 一律98800 带你操作到明年的年底 超过13个月的时间 大概现在刚好13个月的 那我算一算 一天可能大概只有250块钱吧 这么少的一个一餐的费用 就可以拥有郑老师最强的研究团队 当成你的操作的后盾 我认为这非常的划算 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最后30个名额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吧 也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